说起来 比瑞山是日本的佛教圣山 相当于中国的普陀山或者五台山什么的 乃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佛学大师最诚的开山之地 最诚 日本高僧 神户景云元年出生 9岁出家 14岁以二线和尚的身份获得了最诚的法号 17岁获得了国家正式认可 成为了一线和尚 还得到了国家颁发的和尚证明以及化斋许可证 颜历七年 此时已是日本法华经研究专家的最诚 在比瑞山开了一座寺庙 寺庙很小 只拥有药师堂 文书堂和藏经阁三个部分 取名为一城旨观院 也叫比瑞寺 朝廷方面为了褒奖他在法华经研究方面的高深造诣 特许他用当时的天皇年号来给寺院命名 从此 这座小寺庙就有了自己的名号颜历寺 颜历二十三年 醉成赶了一次潮流 成为了日本赴唐留学生大军中的一员 但是他并非留学生 而是还学生 也就是类似今天的短期研究生 和他同批出发的人里面 还有空海 也就是平甲明的发明人 一年后 醉成学成归来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他已经精通了禅宗 密教 戒律 天台教学等佛学 并将此四样在日本传播 而此时的颜历寺早已不是之前的那个小寺庙了 在开山老祖最成的主持下 俨然成为了日本最大的佛学院 而此处也源源不断地产生了无数个净土宗和禅宗的宗祖辈人才 故事说到这儿 你也该明白了 为啥这些逃兵不去富士山 也不去高尾山 偏偏要上那个比瑞山了 没错 不仅是因为那里历史悠久 地位独特 更主要的是冲着净土宗那三个字去的 之前我们介绍过净土宗的一项遗魁 也说过信长包围网成员本院四贤儒与净土宗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比瑞山严历寺里的那些净土宗僧人 首先 这些僧人并不是单纯的念经和尚 其中还包括了一大部分的武装和尚僧兵 僧兵原来只是由打扫寺庙的杂役所组成的寺庙保安 在平安后期才发展成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 并在战国时代得到了发扬光大 其性质基本雷同于中国的少林寺 西洋的骑士修道会 僧兵多了 自然也会出个把英雄 比如日本著名勇士武藏方汴庆 便是僧兵中的一份子 其次 严历寺的和尚里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都不是啥好鸟 白河天皇曾经如此介绍自己最头大的三件事情 鸭川水 双六戏 还有那个山法师 居然能和天灾人祸并列在一起 僧兵的社会不稳定性由此可见一般 而那些念经的文和尚也不是什么好货 众所周知 寺院其实是比较有钱的 更何况是严历寺这种宗师级别的寺院 所以和尚们在拿着大量的金钱粮食之后 便开始了保暖私淫浴 山上到处都能看到花街女子的身影 甚至时不时地还能来一场歌舞秀 至于什么三届五届八届的 自然也通通抛到脑后去了 当然 这些和信长无关本来无关 但是现在既然窝藏了朝仓 前景家的逃兵那就有关了 大大的有关 有关还不行 能管才算数 信长暂时管不了 因为又有闹事的了 此刻三好三人众 闹事的是三好三人众 所谓的三好三人众 指的是三好家的三好常义 三好正康 严成有通三人 因为都是三好一族或亲戚 故此得名 三好家老当主三好长庆死去之后 继承人三好义己过于年轻 所以三好家的大权便被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事实上当年刺杀十三代将军足利一挥的行动 就是他们一手策划的 自从信长成功将一招扶上将军宝座后 三好家便被赶出了本州岛 只能窝在四国地区的阿波一带 不过三好三人众 倒是一天也没忘记反攻大陆的梦想 不但作为三好家的代表 加入了信长包围网 还在信长和朝仓前景作战的时候 举兵入侵了射金 并且承虚占了野田辅导两城 占了两城之后的三人众 知道信长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过他们 所以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 而是占着那两座城不动窝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某个人带着两千军队亲自出征了 这个人是时任幕府将军足利一招 征讨的目标是他亲自缔结起来的 枝田包围网中的一员 三好三人众 虽然出乎意料 却也在常理之中 此时一招虽然缔结了信长包围网 而且信长对于一招私自写密信的事情 也已了如指掌 但是一招本人还是仅限于私下联系阶段 表面上并没有和信长完全撕破脸 不仅是他 松永久秀也在独立之后不久 宣布仍然依附信长 更何况 三好三人众杀了自己的亲哥哥 还三番五次要做掉自己 此仇不报非将军 正巧成此机会彻底灭了那三个人 不仅如此 三好家当主 三好一季也郑重宣告 三好家以前 现在将来都是幕府的好邻居 好伙伴 对于自己家中一小撮反动分子 针对幕府发起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一季表示 自己将全力配合幕府 对这股反动势力予以坚决打击 三好三人中极了 现在他们不但造反无名 甚至连家都难回了 情急之下 他们想到了拉帮结伙 这个办法有点困难 毕竟连将军都亲自对你发起争讨了 谁还敢跟你站一路呢 兄弟 你就自己扛吧 刚刚在子川打败朝仓前景两家的信长 也不含糊 连起四万大军就朝两座城扑了过去 事实上一招和松永还有一击 他们早就开打了 信长到了之后也没拖时间 一天就搞定了 接着三好三人中派来使者要求恢复和睦 信长表示无事 继续下令攻打 信长这次出手太狠了 他打算直接将三好三人中人道毁灭 以至于有人有了唇亡齿寒之感 当天晚上 位于今天大阪的石山本园寺 想起了只有紧急事态发生时 才会敲响的钟声 这回荡在深夜的钟声向世人宣告 针对信长的全面宗教战争 就此拉开序幕 随之响应的 还有战国第一铁炮雇佣兵集团杂贺重 据说在战国第一狙击手杂贺孙一的带领下 整个杂贺军的铁炮装备达到了数千只 两天后 本院四军正是站在了三好三人中的阵营里 战况一下产生了逆转 又过了两天 信长撑不住了 开始派遣使者去找本院四谈判 这次也被无视了 信长被无视了 谈判破裂的五天后 信长不得已暂时退兵 趁着这个机会 潮仓和钱景再次死灰复燃 两人合兵一起从琵琶湖西岸 攻入晋江的信长岭 负责防守的支田方大将 孙可诚战死 信长坐不住了 但是坐不住也没法子 难道还能找人帮你出头不成 德川家康刚刚从子川赶到家 照现在这么个状况接着打下去 就算等他再赶回来 估计信长也已经成肉酱了 为了避免自己不成肉酱 信长放眼附近找起了老娘舅 这娘舅不太好找 毕竟那么多大明围殴一个 连原本嚷嚷着要给哥哥报仇的将军一招都缩回去了 还有谁会帮信长说话呢 有 有一个就是郑倾听天皇 郑倾听天皇说来还是比较惨的 活在战国乱世的最乱时候 据说最穷的时候 过年连年糕都吃不上 幸好信长上落后 给了不少钱 才吃上了几顿饱饭 穷成这样都能做皇帝 也算是祖上积乐大德了 不过穷天皇为人还是不错的 在拿了信长送来的钱财之后 便答应一定做好调解原工作 原归原年年末 天皇亲自下诏书调停枝田家和本院四家的战争 勒令双方驻守 不许再打 谁敢再打谁就是朝底 天下共讨之 信长的目的也达到了 本院四显如的目的也不能说没达到 至少他的石山城算是安稳了 更何况他还有后招 前面我们说过 显如有个亲戚叫武田信玄 具体说来 他的老婆是信玄的妹妹 不过现在先别打了 都年末了 大家过个年再打也不迟 毕竟和咱中国一一带水 过年的讲究也差不多都图个和和美美 稳定和谐 圣斗士投降 在这段日子里 总的来说还算太平 就这么一直到了过年 幕府派出了使者来给信长拜年了 这个使者的名字叫做西川藤孝 是个外交高手 还是一个文化修养方面的高人 见了面 拜了年 寒暄了几句 信长说出了一个很不和谐的新年愿望 今年老子一定要把比瑞山给烧了滕孝梅说什么 他以为信长只是发牢骚说气话 便又含糊了几句 算是任务完成走人 不料第二天信长就动手了 他先是下令给自上次旌旗断后之后节节高升 现在已经是一城之主的幕下秀吉 让他封锁大阪一带的水路交通 目的是为了切断本院寺和潮仓前景的联系 封锁令非常严厉 只要发现可疑人物 立刻就地处决 同年二月 在信长的示意下 秀吉成功断了前景家佐和山城的良路 并且散播流言蜚语 说佐和山城的城主马上要投靠信长了 原本还正想打通良路给佐和山城送良的前景长正信以为真 立刻取消了原定的计划 佐和山城的城主是我们的老熟人圣斗士姬野元昌 姬野大人一见这情况就怒了 当年要不是老子在紫川帮你勇闯十二宫 就你那五千人早就被包饺子吃了 现在听信谣言不算 还不给量 想饿死我 活人怎能被尿憋死 圣斗士怎能被人饿死 偏偏在这个时候 秀吉又派人来劝降了 先是夸奖了姬野大人在紫川的勇猛表现 又说了前景长正不识英才 接着讲述了我主信长的英勇豪迈 最后说道 投降了 荣华富贵不算 至少现在就有量了 姬野元昌没多想 一咬牙一闭眼 就投靠了信长家 这次投降对于前景家和知田家来说 有着很大的影响 简单说来 在以前信长如果要攻击长正所在的小古城 则必须要走左河山城 而现如今信长可以随时随地全天后24小时 年终无休的直接攻击前景长正 非常方便 正当信长开始准备比瑞山的战事时 一是长岛发生了一项遗魁 攻势非常猛烈 具有家中第一猛将之称的柴田圣家也被打伤 一时间 逸魁的气眼十分嚣张 而前景家也非常适时后的联合晋江的一项宗势力发起了进攻 不得已的信长只能再次腾出手来 命令秀吉击退了来自晋江的攻击 而长岛的一项逸魁实在太猛 一时间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好在他们也只是占了伊氏那块地方 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 那就先干正事吧 烧 还是不烧 远归二年九月 金秋十节风干气躁 正是杀人放火的好季节 信长先将比瑞山通往四处的一切路口封死 然后钦点三万大军 将自己的大本营安在三井四山内 目标非常明确 严厉四 顺便说一下 信长从堵路口到设本营 一切都在三四天里给完成了 也就是说 这是突然行动 谁也不知道他来了这手 接下来就热闹了 尚书的 亲自跑来求情的 劝谏的 络绎不绝 知田家众臣佐久坚信圣在尚书中写道 严历寺自严历年建成以来 守护日本至今已有八百余年 如今若一旦轻动刀兵 后果必定不堪设想 不仅宗教界会对我家视为仇敌 就连百姓家也会将我们视为乱臣贼子 这种前所未闻不可思议的战争 还是驻守的好其他家臣比如池田恒星 明智光秀等也纷纷亲自跑来 希望信长能够驻守 理由吗 和佐久坚信圣如出一辙 八百年了 你说烧就烧 知道啥是国粹不 知道啥是国宝不 你做人没脑子就算了 总得讲点爱国心吧 这是咱日本人的祖宗你知道不 你还是不是日本人了 特别是明智光秀 不但劝谏还跑到信长面前练习跪攻 他这个跪不是膝盖一弯 低头挺胸 而是匍匐跪在地上 表示哀求 难度比较大 体力要求也比较高 光秀 你觉得我为何要进攻严厉四 看着趴在地上的光秀 信长问道 在下不知 那么你又为何反对我进攻那里呢 那里是罪成大师开创的 八百年佛学圣地 若是毁于战火 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啊 可是如若不毁掉那里 我们如何打破现在的困境 那里收容朝仓前景的败兵 还和本元寺的和尚们有所勾结 背后就是操纵各地的一项一魁 此山不灭 如何天下不武 再者 那些山里的和尚 顶着佛家之名 却又在干着些什么勾当 寺院圣地 藏屋纳垢 光天化日饮酒饮晦 甚至依仗武力干一些强占民田的勾当 你觉得 这是出家人应有的行为吗 这八百年的古刹 还有留着的必要吗 没等光秀说话 信长又添了句 你跪死在这里也是没用的 如果因为这个变成了千古罪人 那么我愿意做这个罪人 说完便走了 光秀想了想 站起身子 离开了屋子 进攻定于第二天早晨 当天夜里又来了几个人 他们是严厉寺的和尚 带着总共五百两黄金 前来恳求信长停止进攻 面对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 信长给了他们一个字 滚 屠杀开始 原归二年九月十二日 信长下达了对比瑞山的进攻命令 进攻方为三万左右的正规军 而在山上的总人数仅为四千 其中武装力量不到一成 这并非战争而是屠杀 当日六时 天正下着蒙蒙信誉 阴霾中 响起一阵法罗 意为进攻信号 大军先从版本 尖田处开始放火 然后进攻比瑞山 做好了最后觉悟的僧兵 拼死抵抗 无奈兵力过于悬殊 很快便失去了反抗能力 攻上比瑞山的支田部队 从此山的象征根本中堂 和山王二十一社开始 佛像 佛堂 经卷一样不留 通通烧毁 一时间火光将山上的天空照得通红 比瑞山上还有很多吃佛饭的平民 和拜佛的相克 自然 几天前和尚们叫来服务的姑娘们 也没来得及下山 对于这些人 信长的命令只有一个自杀 屠杀正式开始 在这场屠杀中 信长发扬了公正 公平 公开的三大原则 一路上只要看到了 不管男女 不分老幼 一律抓住之后 当场砍杀 屠杀一直持续了四天 死者高达三千人左右 不过还是有一小部分人 幸存了下来 但是这并非偶然 负责封锁比瑞山 湘方谷通道的墓下秀吉 于心不忍 农民出身的他 自幼有一个信佛 仁慈的母亲 于是下令网开一面 让正巧往这条路 逃生的人离开 不仅是为自己 也是为信长 积一点应得吧 也因为如此 被今天的日本评价为 国宝的 二十五菩萨来迎图 和词汇大师画像 等一批珍贵文物 才得以在那场战火里 被人安然带下山 对此次行为 我不想多做评价 正所谓智者见智 仁者见人 这把火过后 全国人民震惊了 作为日本宗教界的大腕头牌 本院四显如拍案而起 严厉斥责了 知田信长的这种反人类 反社会的残暴行径 并且给了他一个 新的外号佛敌 顾名思义 就是佛的敌人 自佛教开创以来 感明这跟佛对着干的 除了孙悟空以外 也没几个人了 同时愤怒的 还有另一个和尚 武田信玄 信玄其实是法号 他的俗名叫武田情信 两个和尚是亲戚 前面也说过 论起来 显如要叫信玄一声大哥 显如叫了 并且写信要求大哥帮忙 大哥同意了 但是截止到目前 信玄和信长是同盟关系 并且也是亲戚名义上的 信玄的六女松基 和信长的长子有婚约 小两口还没住在一起 只是平时写写情书之类 精神上交流一下感情 对于信玄来说 这种问题不是问题 不过他决定先拿德川家康开刀 敲山震虎 自金川家王 两家的同盟也已不复存在 打的就是你了